哈囉大家好 我是禮拜一的知識生 前幾個禮拜我們搞了一個尾牙週 大家呢 反應相當熱烈 所以我繼續再來搞一些公司的事情 我們把它攤在陽光下 所以我們這個禮拜就是員工旅遊週 來 你看 歲末除舊大清掃 就很像說 你舅媽 他一整年很不開心了 他歲末就想要怎樣 除舊 他想把舅舅給他除掉 好不過這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今天就是我 然後答應我們的員工 旗下四個員工 好因為我董事長了 可以有一些些額度 然後帶去你想要去的地方 我要買一個這個北極熊 那因為你去冰島的時候呢 手會冷 也不是 是因為北極熊他也蠻可憐的 他一輩子都待在南半球 也沒有機會去冰島 所以如果我們公司有去的話 我會帶著他一起去 我應該也會買一個平面拖把 我覺得可能也不錯 因為冰怎麼樣 遇到熱會怎麼樣 融化成水 那你用這個平面拖把給他 滑一滑 也可以 我差不多應該會帶這兩個東西 因為畢竟大家也知道 我是算是 這邊幫我們下一點難過的音樂 因為我們平常的財務也是蠻結局的 我本身也是常常在跑銀行 然後那個銀行的小姐都說 蔡哥你們公司這麼少錢 還活得下去嗎 我說沒關係啊 只要我們認真做音樂 應該是沒有問題這樣 我今天看我也不要買太多 應該還會再帶一個 拖盤 拖盤我應該會帶 我應該是行李箱會放這個 這樣子 拖負責大家的期望 我把這個期望一起帶去冰島 我們一起去玩這樣子 好不好 我看這樣子不行 我們再多講一個笑話好了 剛好剛好講到舅媽的事情 舅媽有一天就很不開心了 他就跟我舅舅說 欸你最近真的是越來越胖了 你整個臉都圓了 老公你這樣子不行 然後結果我舅舅都說 因為我想要跟你一起去旅遊 然後舅媽就說 為什麼 然後我舅舅就說 因為我臉變這麼遠 是想要跟你一起員工旅遊 那就看後面的人他們要去哪裡 那一樣按讚一下 然後幫我按讚 如果我們戰術最高 我們就直接前往冰島 不開玩笑 那就祝大家禮拜愉愉快 掰掰 你知道嗎 昨天我遇到一隻兒 他很生氣 不知道遇到什麼事情 一直很生氣 我就跟他講說 不要再生氣了啦 好不好 不要再生氣了 好 乾杯 血 谢谢